都说中文最难学 不过呢 这个大陆的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还有大陆学界 把这个大陆日本和韩国常用的汉字呢 编成了一本中日韩常用800个汉字表 说呢 学会这800个字 可以到处畅通无阻 其中呢 比方说房子的房 汉字的汉 这个字呢 不管台湾日本韩国大陆 意思都是一样的 但一样中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比方说走这个字 我们知道它什么意思 就是行动走的意思 但在日本在韩国 它是逃跑的意思 也就是搞错了 会闹笑话的 哇 好多灯笼耶 是啊 而且颜色都很漂亮 而且都觉得 明明身在日本商店 灯笼上大大的汉字 不用翻字典 照翻译 意思一看就明白 这一切全靠共同的文字 由中国人民大学领军 把大陆日本和韩国 常用基础汉字表 历时三年 完成中日韩800汉字表 从一开始罗列800个字 现在扩充到808个字 宣称学会他们就能玩遍台日韩 每一次然后看到那个歌舞既定 那大家都会认嘛 因为那它就是汉字 那它其实意思也是跟中文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它就是属于比较娱乐啊 深色的一些场所 因为有通用汉字台日韩 龙矮通 像房子的房 汉字的汉文字大致相同 但还是要小心踩到地雷 汉字中的走是行动的意思 日韩语中却意为逃跑 祭典的祭三国都有供奉鬼神的意思 不过日韩多了节日的韩语 最常用的太字 日语反而是粗胖的意思 因为刚开始在学日文的时候 很多汉都会先看汉字嘛 那你就会看汉字就以为 哦这个很简单是什么意思 就了解啊 结果后才发现 哎原来是大错特错 最说只靠这800个字 就能勇闯排日韩有点夸张 不由共同的汉字 少了陌生感 彼此交流 当然能够事倍功半 记者陈嘉明胜一台北报道